有了会计科目设置了会计的账户以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经济活动的记录 就构成我们会计核算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内容体现为 在账户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富士的记账 富士记账当经济业务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填写审核会计的凭证 同时把这些经济业务记录到登记到各个账户里面 在账户登记完了以后 那里会发现我们最后要 接下来要进行一些什么成本的计算 还要进一些财产的清查 最后形成会计报表 那这是会计核算的一个主要的构成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经济业务最后到会计报表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会计的循环 当任何一个经济业务发生的时候 我们先要把经济业务变成一个会计的语言 那大家注意 变成会计的语言 就是形成会计凭证的一个过程 那会计凭证里面包含两类凭证 一类是原始的凭证 那原始凭证就像我们经常交易过程当中 签的合同呀 开的发票呀 拿到的收据 你出去打车 拿到的出租车票 你出去吃饭 拿到的这个餐票等等 这是原始的凭证 那这个原始的凭证 在这个技术上呢 我们会计人员要把它变成一个记账的凭证 那大家注意 从经济业务拿到的原始的凭证 变成记账凭证的过程 就是会计记录的过程 很重要很重要的 第一步 对经济业务的理解 也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 形成会计凭证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经济业务当中的资金的使用结果 与资金的来源 在这个时候就要分析清楚 把它记录下 那这种记录是通过编制分录来实现 当形成完会计凭证以后 经过了一些检查 发现没有太多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过账 过到会计账簿里面 那大家注意 这个过账呢 就是指的是从凭证 登记到账簿里面 那这个账簿呢 又分日记账 也分分类账 那这是具体的 与账簿的类型不同 在账簿里面 不断地记录以后 随着快到一定时期结束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经过一些 要变成会计报表 不能直接从账簿里面变成会计报表 中间还有几道关卡 要试算 要进行调整 调整完以后再进行结账 那这样会形成会计报表里面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利润表 这才是整个会计的循环结束 从经济业务发生 记录 最后形成一个会计报表